不管是海軍陸戰隊 憲兵還是陸軍 全都帶著鋼盔 穿上防彈背心 拿著生存遊戲的武器 要以晉級的迷彩為主題 準備好與民眾好好較量一番 我們來自此方 但共通點是 我們都對此充滿熱情與鬥志 一年一度的九三軍人節即將來臨 國防部結合全民國防教育 推出一系列活動 將在桃園的馬祖新村眷村文化園區 首次主辦生存遊戲競賽 由國軍的生存遊戲社的社團成員 擔任關主接受民眾挑戰 9月3號 9月4號 那時間是從上午10點開始 到下午的5點 結合國軍生存遊戲社 我們選出5個社團 擔任這個競賽的關主 活動現場可以接受民眾 5到7人組隊來參加 體驗槍林彈雨的軍事訓練的經驗 國防部不只推出軍人節形象影片 以謝謝你為全片主軸 感謝國軍和民眾 堅守崗位 當國家需要時都不分你我挺身而出 更以藍白紅三種國旗顏色 設計出今年的活動主視覺圖樣 並且延伸出IDF雲豹甲車 陀江軍艦的剪影 搭配守護家園together的字樣 傳達守土為國你我同行的理念 而全民國防有獎徵達 更首次以知名品牌電動機車當作頭獎 附贈經國號戰機塗裝的安全帽 面對中國不斷以武力威脅臺灣 國防部透過軍人節順勢加強全民國防教育 不讓中國的認知作戰有可乘之機 好 新聞及鋼城之學 下面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祝頻道